你好,在這個壓力的社會 有很多人都容易有情緒的問題 有時會不開心、煩惱、容易低沉 有些會發脾氣、容易打人、容易傷害人 有些人就由輕微的情緒問題變得越來越嚴重 甚至每一天都很煩惱、很低沉、很不開心 慢慢就變成情緒病、甚至是精神病 聖經裡面說到神很想醫好傷心的人 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能夠將喜樂慈給我們 叫我們整個人輕鬆、開心 因為我是很樂意義務的祝福人 所以有很多人在網上看到我的影片都找我 然後我就幫助他們為他們輔導、為他們祈禱 他們經歷到神的安慰、醫治之後 整個人都輕鬆了 你在YouTube找業務司 然後你找播放清單 其中有身心靈的醫治 在裡面你就會看到有不同的人 他們以前是有情緒問題的 後來經歷到幫助、經歷到醫治、安慰 整個人都改變了 耶穌都想祝福你的 另外有些人就是有家庭的問題 因為男女相處其實是有很多問題的 因為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男性很多時候看重事情、看重活動 而女性是看重關係、看重被關懷 以及她的情緒得到舒解 她的丈夫能夠體諒、感受她的傷痛 但很多時候因為男女不懂得怎樣互相溝通 就變成造成很多的問題、很多的壓力 所以有很多家庭就會容易吵架、容易打架 夫妻不和、子女關係也不好、子女也不聽話 在這個情況下耶穌都很想祝福你、幫助你 我在YouTube也有處理家庭問題的播放清單 你可以看到一些人得到幫助 耶穌真的很想祝福你、很想幫助你 耶穌很想提升你的生命 幫助你得到安慰、得到醫治 另外有些人就有靈界的騷擾 例如他們可能接觸靈界 他們去問米、參與蝶仙、神打、銀仙、手仙 不同的接觸靈界的方法 有些人也去到廟裡參與扶基或其他接觸靈界的活動 後來他們就發覺有邪靈攪擾 他們睡覺的時候就發覺有些東西壓住 他們醒了但不能說話又不能動 有些東西壓住他 就很害怕 因為有邪靈的勢力影響他 也有時邪靈會跟他說話 就說你沒用的、你蠢、沒有人喜歡你的 你不如早點死他吧 有些人會聽到一些聲音 有些其實是由邪靈來的 你在耶穌斯的播放清單找到趕邪靈 你就會看到有些人作見證 他們怎樣經歷到邪靈被趕出來 然後他們的人便輕鬆便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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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到我們可以奉耶穌的命令為人趕邪靈 叫人得到釋放、得到醫治 自己食用慧密 也有很多人因為看到我的影片就會給我幫助 我們便奉��耶穌命給予趕邪靈 還有附導他們幫助他處理生命 那整個人的命令能重建 耶穌很想祝福你的 耶穌不想你的的問題越來越多 而且問題得不到解決 耶穌很想你得到豐盛的生命 耶穌很想我們開心快活 不是做一個束縛的人 而是一個開心喜樂 充滿能力 充滿盼望的人生 神是很想這樣祝福我們的 歡迎你來找我 你在網上也看到我的電話 你可以用電話或者WhatsApp找我 很樂意幫助你 義務幫助你 為了祝福你 讓你得到醫治 也讓你可以幫助其他人 也得到醫治 耶穌很愛你的 祂很關心你的 願主祝福你 拜拜 祝福你 你快點 祝福你 祝福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